现在我们看两个区域的反射跟穿射 刚刚我们是说有一个入射坡 它入射到理想导体的平面 所以它全部都反射 如果它第二区不是导体 也是界电值的话 也是界电值 那么它会传到第二区 就是说它的入射坡是这个方向 到了这里以后 它一部分穿射一部分反射 所以它有穿射坡也有反射坡 它这个是第一区第二区 那么它这两个区域也不是理想导体 也不是理想界电值 那它还是会有导电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这个坡如果有这一项在 它都会在行进的时候都会衰竭 好 我们现在假定 坡在这两个区域之间传播 好 假定这是入射坡 入射坡它是这是Z方向 这是X方向 电厂是这个方向 那H厂就是出来的方向 它朝这里传播 出来的方向 我们就假定第一区的电磁厂 第一区我们是假定已知 入射坡我们已知 我们可以用它的正符 在层上这一项 因为它有导体存在 它不是存的界电值 所以这里我们不是用β 不是用Jβ 而是用γ1 那HY呢 它就是这个被Ε1来除 负γ1Z 也是朝Z的正方向传播 好 那么 这个算已知哦 然后到了这个界面 有一部分反射 反射坡电厂是这个 我们假定 它的正符是这个 那这个Face Vector 这一方向呢 因为这个 它是朝负Z方向行进 所以这里是用正的γZ 这个是它的正符 反射坡的正符 我们不知道 假设它是这个 然后呢 它H常的反射坡 H常的反射坡 我们或者用以前讲的 它天生就是有一个富豪 天生这个是正 这个天生用一个富豪 或者你也可以看嘛 它朝哪里传 它电厂朝这 我们画的电厂是朝这里 它传播方向是这里 所以它的H常呢 所以它的H常呢 应该是打叉的 打叉的 OK 从那边 E cross edge才到这边 那边是什么 腹外的方向 所以这两种你都可以用 穿射坡 这个不知道 当然这个也不知道 假定穿射坡 穿过来了 它继续朝 正Z方向传播 但是它因为介质不同 第二个介质 它的Gamma 就用Gamma2 Gamma2 朝Z的正方向传播 就是负Z 然后假定正伏是 102 第二区 positive 向正方向传播的 这个也不知道 那H常呢 就是这个 这个值 被eta2来出 eta2 那么 以上这六个式子里头 有两个位置数 两个位置数 这两个位置数 我们怎么求出来呢 就是用边界的连续条件来决定 边界的连续条件 两个坡 在边界的连续条件 电厂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然后呢 磁场的切线分量 不见得相连续 要看看它 有没有 表面电流密度 有的话就是不连续 没有的话 这个H常的切线分量 才连续 等等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 去1的总电厂 与总磁场分别是 总电厂 入射波加反射波 总磁场也是一样 入射部分加上反射部分 去2的总电厂跟总磁场 去2就有这个 那么H厂只有这一个 对不对 边界连续条件 总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就是无条件相连续 一定要相连续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Z等于0 那等于这个值 也是Z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EX1 Z等于0 EX2 Z等于0 好 总磁场的切线分量也相连续 为什么相连续 因为 Lamina F等于0 Lamina F是指它的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而且为什么表面电流密度会是0呢 因为这两个都是导体 G1也是个导体 G2也是个导体 它要有电流的话 那它的这个Current Density就是体积电流密度 不会是表面电流密度 所以整个体积来讲 都是导体的话 那它只有体积电流密度 没有表面电流密度 如果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 从空气 入色到理想导体平面 那理想导体里头不会有电流 那有电流密度一定在表面 那个时候才有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了 这个加这个 等于这个 当Z等于0的时候 那它就是EOE01plus 加E01负 minus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值 这个Exponential都等于1了 好 第二项 这个要等于这个 当Z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这一项 减掉这一项 要等于这一项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说我们把E01plus 当作是以值 这个跟这个是未知 所以我们用以知数 来表示未知数 重组 这个重组 就变成这个数 你把这个拿过来 变负的嘛 这个拿过去变负的嘛 这个也重组 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拿过去 从这两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要解 我们要解 E01 minus 跟E02plus 那这个很好解 连离方程式 解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 那也就是说反射的 反射坡的政府 跟入射坡的政府 有这个关系 E02-E01 over-E02-E01 那这个呢 它就等于 两倍的E02 over-E02-E01 这要牢牢记住 好 现在我们就定义 我们把反射坡的政府 跟入射坡的政府的比值 假设它叫做 Gamma Gamma这个虚数 这个是叫做 反射系数 它就等于 E02-E01 over-E02-E01 这要记住 这个叫做 反射系数 Coefficient of Reflection 好 再定义 Tor 等于 穿射坡的政府 被入射坡的政府 的笔值 它是等于这个 这个叫做 穿射系数 Coefficient of Transmission 都是不明书 不明书就表示说 这两个数都没有单位 就只有数字 那这两个坡值 这两个之间呢 有一个这个关系 你看 你把这个加一个E的话 那Eater1 小达就是变成两倍 所以它有 E加Gamma 要等于Tor 有这个关系 将来我们可以用这个关系 来Check 检查 我们算出来的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 就从 以下这两种状况 来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数字 对不对 假定 区域二是理想导体 区域二是理想导体 就是它的Sigma2 等于Infinity 那么Eater2就是0了 自由主抗 就是0了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看Gamma等于什么 Gamma定义是等于这个 好 这个是0的话 这个是0的话 那它就变成负1一样 负1就表示 反射坡的政府 跟入射坡的政府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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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是等于这个字 Tor H2等于0 那整个是0了 那就表示 E2O2 plus等于0 那这个就是说 它全部反射 它没有穿射 全部反射 这种状态 不就是跟我们 一开头讲的那个 电池坡 入射到 理想导体平面 是一样 它进不去 那它就全部反射回来 所以电池坡 完全反射 没有穿射 如同正向入射于 理想导体表面 一样 第二种状况 就是说 第二区域的坡 它的固有阻抗 就是这两个坡 两个区域的坡 固有阻抗 相等 如果H2等于H1的话 那么 γ就是0了 γ就是0 就表示这个坡 没有反射坡 那么 至于它的穿射坡呢 穿射坡 因为这两个都相等 它就是1了 那就是穿射坡的政府 就等于入射坡的政府 那就表示说 这个是同一个阶子 没有什么边界了 没有边界了 如果要有边界 那也是假的边界 虚的边界 那么坡到边界呢 它不会反射 它就 好像一个戒指一样 就长驱 直入 它没有反射了 所以电磁波 完全穿射 而没有反射 就好像电磁波 在同一个阶子中 在同一个阶子中 穿射坡一样 所以说这个 我们用这两个式子 来表示γ跟tun 没有错 没有错 如果区域1跟区域2 都是理想界电子 理想的 就是它的sigma等于零 那有以下的关系 ETA1 你看这都是实数 ETA2也是实数 那N1 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折射率 折射率是 波在真空里面的传播速率 被迫在某一个阶子 在阶子一里面的 phase velocity 的笔值 那这两个笔值呢 这个是等于根号 ε0μ0分之1 这个它就是等于根号 μ1ε1 那么μ1ε1 可以化成μ0ε0 乘上ε1 这个约到就变成这个 这个是N2 我打错了 这是N2 N2就等于这个字 然后VP phase velocity 我们知道 phase velocity 这等于波长 乘上频率 那等于C over n1 第二区的 phase velocity 因为这两个区 入射波的频率 跟反射波的频率 一定相等 它不会说 经过一个界面以后 它的频率改变 不会 频率一样 所以它是F成Lamna2 它就是C Over N2 这个 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 这个字 从这里来的 OK 这一套我们 你要多用它 才记得住 所以理想界电值的 反射西数 跟穿射西数 我们刚刚是用 ETA来表示 其实它可以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摄射率表示 所以Gamma 等于这个 原来是这个字 现在用 界电常数来表示 就是这样表示法 这也可以写成这个 这是界电常数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这个来表示 OK Tor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都是 实数 没有什么虚数 这个都是实数 OK 本来用A在表示 也可以用 Y表示 也可以用 YR表示 也可以用 N 来表示 这一套要 去多用 那么你要 为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用它 那就看题目 它给你ETA 你就用这个 如果它告诉你的 是界电常数 你就用这个 如果告诉你的 是哲射率 你就用这一组 有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两个理想界电值的 反射系数 的反射 与穿射 有以下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用这个也可以 用这样的表示 那么你要记得 ETA1 ETA2 和ETA1 跟这个 1 2 你看这个正好相反 这个1 2也相同 这个是2 1 这个你要常常用它 才记得住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介质2 它的电容率 大于介质1的电容率 那这个时候呢 伽玛 就是说 这个比这个大 那伽玛就是负的了 伽玛是负质 那当然伽玛一定是 小于1的了 这两个相减重 比两个相加大 那小嘛 所以这一定小于1 所以这个时候代表什么呢 就是反射波 跟入射波 相差 差了一个拍 相差 有相差 相差差一个拍 好 那么 Tor呢 这个比二小 这个比二小 所以两倍一定比这个小嘛 所以Tor 也小于1 穿舍系数也小于1 那就是 这个时候就表示 它的穿舍的正伏 要小于入射的正伏 穿进去以后 这个正伏比入射波要小 还有一点 因为这个比这个大 所以Lamna1比Lamna2大 那就Lamna2小于Lamna1 那就是穿舍波的颇长 要小于入射波的颇长 那这个反过来 那这个反过来 这之一的电容率比较大的话呢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不 这个比较大 那Gamma就是正值 但是Gamma还是小于1 因为这里总是减的 那就是表示反射波跟入射波相位相同 政府的话那当然还是 总是入射波要小于反射波 那相位相同 然后穿射波 这个大于1 那穿射波的政府要大于入射波 这个要大于入射波 还有就是 这个比这个大的时候 Lamna1要比 不是 这个Lamna1比它大 那就是Lamna2要比Lamna1大 穿射波的颇长 要大于入射波的颇长 现在我们看 一个立体 假设有一个正幅 是100V per meter 它的相位是零 的均匀 平面波 从空气垂直入射于无耗损 界电值的表面 空气也是无耗损 也是入射于无耗损 界电值 你要看清楚 它的参数 Mu2等于Mu0 Mu2是四倍的Y0 Sigma2等于0 那当然空气里头 Mu1也是Mu0 Y1就是Y0 Sigma1也是0 那现在要求什么 反射波跟穿射波的扶正幅 以及各区域的总电厂跟磁场 因为这牵涉到入射波跟反射波 而且有牵涉到磁场 所以我们要把ETA求出来 自由主抗 空气里头的自由主抗 是ETA0 Mu0 over Epsilon0 这120π欧姆 那在这个第二个无耗损界值里面 它是Mu0 over 4倍Y0 那就是这个值的二分之一 60个π欧姆 好 现在要求这个 反射波的扶正幅 就是这个 它等于入射波的扶正幅 就是这个 乘上这个东西 你看这两个已经做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这是100个Volte per meter 然后这个呢 60减到120 60加120 等于这个 所以你要算这个东西 其实你应该先写这个 先写这个你才知道 它要算ETA1跟ETA2 先写这个 你们做习题的时候 先写这个 以及这一项 然后再求这个 然后再把它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 两杯的60π欧姆 Over 100 这60加120π 这是66.7个Volte per meter 这个就出来了 好 第一区的总电厂 因为这两个都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 而且Beta1呢 它就是等于JBeta Gamma1就是JBeta1 因为它无耗顺 Alpha等于0 就是这个 这一项呢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H常 也是可以把Gamma1 变成Beta1 101 plus加101 minus 带进去 算出来就是这个值 第二区的 就是这个 乘上这个 那就是 66.7乘上Exponential 这应该JBeta2 写错了 Beta2 负JBeta2 这个也是JBeta2 它是被Eta2来除 Beta2 它没有告诉我们 Omega是什么 你没办法算出来 所以我们Beta2 所以我们Beta就留在那里 好 现在看 广波频率的平面波 从空气垂直入射于平静的湖水的水面 这个湖水呢 借段常数是81 Mu2等于1 求它的反射与穿舌系数 假设湖水是无耗损借质 那就很简单了 就这个嘛 它现在告诉你 是YR 所以你这个要用YR 你把这个带进去 1 减掉 根号81 负0.8 然后穿舌系数 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用YR来表示 2 乘上1 1加81 根号81 负1.2 好 你这个求出来 然后你要带到这个 四字看看对不对 比如说1加 负0.8就等于0.2 所以这个没有错 那就表示 我们算的这个都对了 好 我们看这个例题 它有一个Germanium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呢 它是做红外线系统设计常用的材料 它的平带宽 是3到5个micrometer 或者是8到12个micrometer 这些坡段 就是我们用的这些坡段 它的折射率 用这些坡的时候 它的折射率大约是4 n等于4 现在要计算 你从空气 坡从空气传到这界面的时候 它的反射跟穿射系数是什么 所以它是从空气到这个Germanium 计算 所以介质1是空气 介质2是Germanium 这两个我们都算它是 理想界电子 空气 n等于1 这里告诉你的是折射率 n2等于4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带 你看这次我们用n来带 来表示这个 1-1加4 -0.6 穿射系数 也是用n来表示 2乘1 1加4 等于0.4 1加0.1加-0.6 等于正0.4 所以也满足这个关系 以上是两种介质 波在两种介质的传播 现在我们说 如果一个波在传播的过程里面 它经过多层介质 不止两层 好多层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是 这里到这里是 第一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 Mu1 Epsilon1 Sigma1 是它的这些阐述 第二个区域 是Epsilon2 Mu2 Epsilon2 Mu2 第三个区域是这个 现在我们有个行进坡 从这里传进来了 你看它画的是 政府越来越小 原因就是它 是个耗损戒指 耗损戒指 OK 那现在我们要看 这个时候这个坡 入色坡到这里 有一部分就是 穿色 一部分反色 反色坡过去就不回来了 穿色坡到这里 到这里以后 一部分反色 就是E坡 第一坡是穿色 穿色一去就不回来了 但是这个一坡到这里 又碰到界面 所以一部分穿色 一部分反色 这样子 等等 所以 现在我们假定 我们的入色坡 是X偏正 朝正Z的方向 穿坡 这平面电磁坡 垂直穿过 垂直穿过 多层的耗损电阶值 像这个 我们现在已知 第一区的这个坡 入色坡 A区 假定A坡 因为底下我们就用 A坡 B坡 C坡 来代表 A坡 就是入色坡 它X偏正 超Z的正方向 传播 好 这个 它的正幅 01plus 假定这个是已知 已知 OK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负 γ1z γ1z 就是这个 的 向常数 这个的传播 常数 这个区域的传播 常数 那这个 我们就可以 当作是 第一区 我们不用A坡 这是A坡了 这个就是第一区 总的来说 第一区 向正方向 传播的 坡 第一区 它正方向 就是只有它一个 以后的坡 你看都有 都是朝这边 第一区 朝正方向传播的 坡的 复苏形态 这个是已知 γ1z 当然 已知 好 我们看第一区的 反射坡 A坡到这里以后 它就有 我刚刚讲过 反射 穿射 然后这个坡 到了这个界面 一部分穿射 一部分反射 然后它到了 这个界面 有一部分穿射 一部分反射 所以 在第一区 入射坡 只有一个 但是反射坡 有无穷个 无穷个 所以反射坡 有逼迫 你看 也是x x 偏证 朝复方向传播 它的征服 是这个 逼迫的政府 然后有个 激迫 因为第一区 朝复方向传播 所以这里是 正的 跟这个一样 它的政府 就是激迫 的政府 朝复方向传播的 等等 这个我们 都没有 再下来 没有写出来了 反射坡 反射坡是这些坡 同时在这里传播 那么 我们用重叠原理 这些坡全部加起来 就是它的总反射坡 这个 加上这个 你看 这个加起来 它是Face Factor 这一方面 都相同 提出来 不一样的是这个 E OB minus 加E OG minus 等等 那我们就 把它当做是 这是1 这不是I 这也可以用 可以用 1 2 3 4 5 6 就是 第一个 第二个 等等 因为你用Sigma 不好用AB 不好用BG 来表示 就是好多个 政府 全部加起来 这个Face 提出来 然后它就变成 第一区 这全部加起来 第一区的 反射 坡 它的政府 好 我们再看 第一区的 总电厂 就是 入射坡 加反射坡 入射坡 当然只有一个了 反射坡 我们刚刚不是 写好多个吗 这就是刚刚 算出来的那个 好多个 H厂也是一样 入射坡 就只有一个 但是反射坡 好多个 这个地方 我们用F 因为我们用 H厂 我们是用这个 Mexo Equation 求出来的 它有一个 Operator 所以把这个就变成富豪 或者你可以直接 用E cross edge 等于行进方向 来决定这个 也可以 第二区呢 就是这个 第二区你看 向正方向传播的 有无限多个 向正方向传播的 也有无限多个 所以 这个朝正方向传播的 跟朝负方向传播的 这个都不是代表 这个都不是代表单一项 它是代表好多项加起来 C波加F波等等 这个是 E波加H波等等 H常来也是一样 它等于 这个被A.2来除 减掉 以O.2被A.1来除 当然这个也是无穷多项 好 区域3就是 过去了 到第三区 这个波到那里以后 它没有界面 它再传过去 就是好像没有 另外一个界子 它就一去不回 但是这一项有很多个 刚刚我们图里头 这也是包含无限多个 然后它不一样的是 Gamma 3也不一样 这个是第三个区域的 Gamma值 然后被A.3来除 这就是H常 第三区的H常的 向量形态 总向量形态 好 以上啊 六个式子 它有几个位置数啊 E.3是一个 前面 第二区的 有两个 朝正方向传播的 朝负方向传播的 这个政府我们不知道啊 第一区 朝反方向传播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第一区 朝正方向传播的 那个一支数 好 这些东西 不知道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 边界条件来 来处理了 边界条件 就是 在第一区跟第二区的界面 我们刚刚图上面就是 Z等于零 Z等于零的话呢 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X方向是切线分量 还有就是 磁场的切线分量 也相连续 因为它是 整个都是一个耗损切子 它有电流密度的话 不会是表面电流密度 就整个道具上的密度是多少 所以表面电流密度等于零 因此 切线方向的 Y分量也等于零 也相连续 第二个界面就是 Z等于D 这个界面上 那它的波是第二个波 总波 跟第三个总波 电厂相连续 在这个界面 H厂的 切线分量相连续 这是电厂的 切线分量相连续 好 我们有 以上有 等一等我看看 这里有四个式子 对不对 一二三四 我们把它放大了 好 四个式子 四个式子里头 我们知道 我们有四个未知数 所以这四个equation 就可以让我们解出 这四个未知数来 不过 就是我们把那个债 画起来 一下就变成这样子 把这个带进去 四个以规训 变成这样子 这连续方程 这个是以知数 这个以知 其他都是未知 连续方程 当然 不会很难解 不过你这个 连续方程的数量一多 也是很麻烦 也是很麻烦 如果它不止这三个阶子 有五六个阶子 那你这个方程是 好多个 不好解 我们理论上是 解这四个equation 配得这四个未知数 那就可以把波写出来了 但是 借电子乘数很多的话 这个连续方程 这数目量太多 不容易求解 所以呢 像以上这种方法 只适用于 两个 两个 戒之城 像我们刚刚三个戒之城 就不好求了 两个戒之城 就一个界面 可以做 一个界面 两个方程式 OK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以下去介绍一种 方法 这个方法 适用于 多层戒之 这个方法 各位要注意 它可以用在 垂直入射的 平面电子波 都可以用 它将来可以用在 传输线 也可以用在 用在这个 Wittgai 主要传输线用这个 用了很多 所以你这个学好以后 到传输线用这个 就很轻松了 啊